太轻了那家伙 推推推 没准就推地上去了 哥哥 餐饮大哥哥 我还有十分钟我下播了 大中午了 热的都回家了人家 真的我真的会 我回头 我回头 哥你还不知道吧哥 餐饮大哥 改天让你感受一下 小爷会按摩 我跟你说过没有啊 我在美容院干过 啥都会 烤面包 日本料理 你们喜欢吃日本料理吗 烤面包 日本料理 那个什么西餐的什么 不行啊啥呀 啥不行啊叔叔 啥不行 我坐会吧 反正你们不知道 我是万能的 你们从吃 到平时生活中 哎 再到服装 我啥都懂点 哎呀 就是我在北京 上班的时候 我跟人家师傅 专业点的师傅 学的是寿司 刺身 就那玩意儿 我就不吃那生的 要不然就得天天 那家吃的就得 就得长二百斤了 我嘞 三鱼 金枪鱼 鰻鱼 天虾 北极贝 啥都有 啊 还关键是那块啥都有 日本料理 西餐 什么什么什么 什么玩意儿呢 什么玩意儿呢 中餐西餐 啥都有 压货 香辣压货 我也会长 前两年 我学的 啥我都学 我还学过化妆师 就是专门跟庄 跟新娘跟庄的那种化妆师 就是给自己整的不打地 我就懒 我就犯懒 自己 盘头 盘头化妆 就那样的 化妆师 还有 小心知识都学咋了 现在又干直播 跳舞 跳舞也是自学 这个可真是没人教我 然后那那些玩意儿呢 那那些个工作 都是我跟师傅学的 有师傅教 海上的烤面包 经常会换新的 会换新的品类 不一样 水果味儿的 什么味儿的 什么味儿的就有 三明治啊 这太容易了 蛋挞呀 太容易了 只要有东西 有设备就能长 塌 在这一하고 他把这种烤面包 逼 生 生 det